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继续在一个小六数学的问题 这一堂我们讲讲简易方程 简易方程其实难不难呢? 最难的位置,因为大家一路学的时候,学数学 做的东西是实数来的 但是现在我们去到简易方程 其实我们很多未知数,未知数其实是我们 X,Y,Z,这样的东西 但是会不会真的难到完全做不到呢?我可以告诉大家 绝对不会的 而符号来说,X,Y,只是大家认知上面容易一点 我可不可以说 譬如我们那些 符号我们叫做星星月亮太阳,可以吗?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呢? 没问题的,只不过我们将这些东西 代入成一些数字,或者用数字来代表 这样解 那我们在过程里面 平时我们学计数,我们有数字去做的时候 做先乘除后加减 但是当我们去解一个方程的话呢 我们 就会调回整件事,我们会先解决加减数 最后才解决成除的问题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例如 我们有3X加 4等于7 要留意我们在这里 我们会 会见到加4 相对比较远离一个X的地方 我们会先行处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 会 先做加减数,然后先做成除数 因为成除数永远都是跟X黏着 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加减数永远相对来说,我们看上去好像是隔远了一点 所以我们 怎样做呢?就是3X加4 我要弄走4,加4之后怎样? 减4啦 当我左边做完同一件事 右边都要做 7-4 加4-4是不是没有了? 7-4,剩3在这里 好了,3X等于3的时候 然后我们3X除以3 左边做什么?右边做什么? 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天平法 天平法就是说,当我两边是对等的时候 如果我们左右边都加同一样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的数值是不会改变的 跟现在这一样 所以我们得到结果X 因为3和3是弱了 而这边3除以3是1 那我们有X等于1 那我们的过程就会是这样 而大家经常都 做错是什么?我先把衣服调过去 除以3 又或者大家做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比较难的数 大家不懂得去运用 所以现在我立刻又举一个例 看看 有个5X加2又9分之7等于3又3分之1 我们的口缺是什么? 先做 先做加减 再做个乘除 行不行 我们平时先乘除后加减有点不同 看看 2又9分之7就是加减数的第一步 我们做成什么? 两边左右边都会减2又9分之7 那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是5X等于9分之5 这个5X我们可以除以5 亦都可以叫什么? 当我们做个除数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将它变成乘数 而上下颠倒? 5上下颠倒的话 是否变成5分之1 就是好似我们现在 乘以5分之1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我们会见到 在 这一边 就是右手 这个5是否可以约减? 而这里5和5是否可以约减? 所以X等于9分之1 用一个很快的方法就已经解决了问题 接着再看一条数 一个小数问题 是的2.6Y-0.38等于1.05 究竟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处理? 第一件事是不是又是会见到 我们有一个减数存在 我们先解决了它 在左手边有减0.38 怎样令到它不见了? 加0.38 因为当减和加出现同一个数字的时候 就会变成0 好像3-3 2-2 4.4-4.4 都可以的 它先出减 我们再给它加 好像这里 2.6Y-0.38加0.38就等于1.05 加0.38 我们看到2.6Y等于1.43 下一步是怎样? 我们也是 大家都随意2.6 看看 看到这件事 好了,小数随法又出现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应该算到Y等于0.55 好了,今天我们的功课 当然会做一个简易方程的功课 回家一定要做 因为这一课 都很紧要的 在考试里面 特别来着 晴三的同学 你们不做 其实真的会 令到自己失分很多 还有 因为这一样东西 在我们整个 学习里面 都比较新 所以大家真的要 做多些时间 去做一些练习 记得 找我去练习 还有 做完记得 交功课 不要懒惰 知道吗 今天到这里 我们下课继续 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课的观看